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 驻的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我们继续讲解第三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标题期 谨慎性 啥叫谨慎性 我经常把它说成是三个四 不吹牛 好事不高估 坏事不低估 就叫谨慎性 所谓的谨慎性要求 你企业对交易事项进行会计确认 有没有这回事 计量多少金额 报告如何反映在报表中 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应高估 肯定是好事 资产或收益 不应低估 肯定是坏事 负债或费用 不允许企业设置秘密准备 设置咋的 那属于会计差错 我是要求你更正的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你要问我 说老师您兜里有多少钱 我告诉你一块钱 我肯定不吹牛 我兜里最起码有一个钱 我兜里面我手机微信里边有一个钱 但我要告诉你 我兜里边有一百万丢人 对于一个已婚的男人 就不应该有零花钱 这就叫违背了谨慎性原则 同理 好事不应高估 那坏事对于负债和费用来说 不应该怎么着 低估 我欠您钱 我忘了是欠您三十还是欠您五十 我宁可认为我欠您五十 那么将来我拿着五十个钱 就还您借债的时候 假如说您是诚信的 如果我问您 我欠您多少钱 您说老师您欠我五十 五十全还给您 我不尴尬 如果我问您欠您多少钱 您说老师 您欠我三十个钱 我给了您三十 我还每点每点 拿回了二十 我也不尴尬 我还更高兴 所以对于坏事来说 不应低估 这就是己慎性原则 永远记住好事不高估 坏事不低估 不允许设置秘密什么准备 那有举例吗 有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要求企业对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 记提资产减值准备 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假公司 把产品卖给乙公司 没收到钱 假公司这儿形成应收账款 比如说一百万 这是最初形成的对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觉得这一百万呀 全收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 往下说 我觉得有二十万 可能乙公司回来账 不给我 我收不回来 那既然可能收不回来 我们就把这二十万给它体现为坏账准备 将来 你再问我假公司的应收账款是多少 我不会再告诉你一百 因为我觉得这二十无望了 我宁可告诉你 我的应收账款是八十 减完坏账准备之后的金额 我们给它起个专业名词叫账面价值 将来在你的报表上应收账款 体现的金额就是扣减账准备之后的金额八十 而不是最初的一百 能往下说吗 这一百也有一个专业名词最初形成的金额 我们把它叫做账面余额 这就体现了谨慎性 为啥呀 应收账款是收款权是资产 资产不应高估 这不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吗 能再举个例子吗 多了去了 我买的一批原材料 您给我用专业术语说一下 不就相当于是您的存货吗 你买的时候您付出的总代价 这回换个数二百吧 但是对不起 这批原材料在我手里边可能有一些回损 或者市场价格波动 导致这批原材料呀 如果我再卖出去 可能不值这么多钱 那我就会问你 是不是产生了贬值 您告诉我 是 大概贬值多少钱 您心里总能旷算出一个数吧 比如说你认为贬值三十万 那也就说 你开始记载着这批存货值二百万 现在你认为它贬值了三十万 我要问你这批存货最终值多少钱 一百七十万 将来在我的报表上显示的金额就是一百七十万 这一百七十万叫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账面什么价值 而这三十万叫什么 三十万是我们认为的一种贬值 把它叫存货跌降准备 你看不同的资产 它明明都是一种贬值 应收账款的贬值就叫坏账准备 而存货的贬值就叫存货跌价准备 还有别的名称吗 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所以结论是什么 对资产而言不论是应收账款还是存货 我们只要是认为它贬值了 就会计题相应的减值 我的目的是什么 不高估资产 我在我报表上显示的金额永远是我认为值多少钱 显示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谨慎性原则 这叫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 没了 那么再看第二个 对售出商品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等确认预计复战 这是啥意思呢 也举个例子不就行了吗 比如说假公司 我明确的告诉你 把产品卖给消费者 那我把产品卖给消费者 我可能就对消费者进行一项承诺 三个月内 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 我假公司负责给您免费什么维修 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吗 比如说我一月一日销售产品的 三个月内负责免费维修 对谁免费 对消费者免费 我假公司是要花钱的 你卖出的任何一种产品 你敢说永远没有知道问题吗 不敢呀 那我假公司根据我卖出产品 我以前的经验值 或者是我根据当前的情况估计 我觉得三个月内 找我进行维修的消费者 我可能花的钱金额是一百万 我是等到消费者亲自找上门 我才确认这一百万吗 不是 这一百万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债 我现在就知道我背负了一种将来免费维修的债 那我就在我销售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 比如说是一百万吧 因为是为了销售产品发生的 借销售费用 代方 我应该承担还没有承担的 是不是我的负债啊 对 代方我们用一个会计科目叫预计负债 来表示 我并没有等到消费者亲自找上门来 我才确认这笔负债 是我心知肚明在销售产品时 我根据经验就能估算出这个金额 那我现在就要把它确认为负债 负债对于假公司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肯定是坏事 所以对于坏事来说 我们不会什么 低估 这就叫己身行原则 能往下说一句吗 假如说 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在3月31日找上门来 找我给他维修 确实我也花了一百万 那我在真正花钱的时候 我就会贷银行存款 一百万 借方写什么 预计负债 一百万 没了 我并不是等你找上门 我现在就确认预计负债 坏事不低估 也体下了我们所说的什么 谨慎性原则 就这么简单 好事不高估 坏事不低估 我们经常说 位与筹谋 这些不都体下了谨慎性原则吗 第三个 采用双倍余额抵减法 你要听了预期班 您就知道和年数组合法计提折旧 这两类计提折旧都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 前期提的折旧多 后期提的折旧少 这样提折旧的方法 我们把它称之为加速折旧法 它完全符合逻辑规律 一个新设备就跟你们家买一辆新车 全新的 谁都爱开 因为性能好呀 但是如果用了一段时间 这个车便旧了 不断的出状况 不断的维修 不断的抛锚 你还愿意开吗 不愿意了 所以我们前期提的折旧多 后期提的折旧少 是不是也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你要再也没明白 就跟一个人处于壮年 你吃的多 挣的多 等到老年了 您活动少了 也挣不来钱了 您吃的自然也就少 这不是符合自然规律吗 这种加速折旧法 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不用再说了吧 而第四个是我们所说的 或有实相 往下说 或是或者 或者有 换个词 或者没有 就是现在还不确定 对于或有负债来说 是什么事 坏事 坏事 我不应该什么 低估 我只要满足很可能这个条件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 我就要确认 预计负债 门槛很低 差不多 我就确认负债 而对于我们好事 或有资产来说 你就在这想 可能我明天就能住五百万 这叫或有资产 取决于未来 只有达到基本确定时 我们才确认其他营收款 好事是不应该高估 有人说从哪能看出来 很可能是一个概率 只要大于百分之五十 就满足了很可能条件 当然小一等于百分之九十五 而基本确定是要大于百分之九十五 非常非常接近百分之百 好事我们才确认 是不是坏事的门槛低 好事的门槛高呀 这就是不低估坏事 不高估好事 也体下了谨慎性原则 还有没有 有 比如说我们后边所说的所得税会计 预期版里边讲了当期所得税 我们在会计上会讲地盐所得税 这个地盐所得税呀 分两种 一个叫地盐所得税资产 啥 资产 没错 顾名思义 一个叫地盐所得税负债 资产是好事 我们要体现不高估 咋体现 它有条件 只有你满足了这个 你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用来抵扣 可抵扣 再实行差异 你才能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所以地盐所得税资产的门槛 相当高 是不高估资产 同理 地盐所得税负债 是坏事 我们不低估 没有极特殊的规定 只要发生了应纳税 再实行差异 就应该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 所以我把地盐所得税资产 叫有条件的确认 地盐所得税负债 叫无条件的确认 一个是门槛低 对于负债来说 一个是门槛高 对于资产来说 这也体现了 谨慎性原则 没了 有人说 你说的谨慎性原则 就这五个 多了去了 我们后边 只是给你举这几个例子 我们真正讲到后边 好多原则 都体现了 谨慎性原则 我不可能在这 一一给你列举 您脑海里边 需要记住 好事不高估 坏事不低估 没了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一块内容 如何把它翻译成考题 2017年的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销售已产品 同时对售后三年内 它还不是三个月 三年内 因产品质量问题 承担免费保修义务 对谁免费 对消费者 而对于我假公司来说 是一种负债 是一种费用 我要做借销售费用 待预计负债 他说有关产品更换和修理 至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支出 由假公司负担 2016年 假公司供销售已产品一千件 我不是等到上门为凶 我是在卖出产品时 我就根据历史经验估计 因履行售后保修承诺 预计将发生的支出为六百万 别怕麻烦 您要做的分路是借销售费用六百万 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但预计负债六百万 这叫啥来着 不应低估负债或费用 所以他问你体现了哪个原则 肯定是选项C 谨慎性原则 没了 这样的题目 我们高达上的柱头会计师考试 照样考 所以这道题选C 另外两个要求也不可能很完美 把这句话记住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一个2022年的单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且提供具有反馈价值的会计信息 体现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对吗 对啊 相关性除了有反馈价值 还有一个啥价值来着 预测价值 一个是反应过去 一个是预测未来 没问题 不用背 这样的点你都背 那你会计学的太累了 第二 不同企业 主体不同 那就说明要同一个什么 时期 同一会计期间 这叫横向可比 就在此时此刻 我比您瘦三斤 这叫横向可比 体现的是什么 可比性原则 他说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事项 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体现了会计信息的 可理解性 大错特错 肯定错了 那再看选项C 对交易事项的信息 应该在全部获取之后 进行会计处理 体现了会计信息的重要性 胡说八道 前半句就错了 交易事项的信息 是在全部获取吗 我就以免费维修为例 那我所谓的免费维修 是等到消费者找上门了 我获取信息 我才确认预计复杂吧 不对 而且它体现的貌似也跟重要性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选项D 写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好事不高估 可以高估复杂和费用错了 坏事不应该低估 我只说不应该低估 我也没说可以高估 他也是错的 所以这道题最后跟你正确的 只能是选项谁啊 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 这样的选择题才可能能拿个分 单选多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两分 一定要重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A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那下边再看2020年的一个单选题 他说下列各项关于企业应遵循的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 正确 单选正确 是不是可用排除法 对 选项A 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为依据 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这对吗 肯定对 这叫啥原则 这叫可靠性原则 不做假证 没问题 那第二个 企业对不同会计期间 慢点 要说不同会计期间 那就是同一个主体 这叫啥 这叫纵向 可比 您去年是穿秋衣秋裤量的体重 您今年也要穿秋衣秋裤去量体重 这叫口径一致 他说发生了相同交易事项 可以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貌似这句话不对 如果您不确定 您先画个问号 我们是不得随意变更 应当采用同一个会计政策 选项C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制 对尚未获得全部信息的交易事项 不应进行会计处理 这个大错特错 为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及时性原则 谈民质量保修 我是等到消费者上门维修时 我才确认预计负债吗 不是 我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的估计值 我在售出商品时就确认 能再举个例子 可以 如果人家把您给告了 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 在您尚未获得全部信息之前 只要您能估计出 您该赔偿别人多少金额 您就要做分路 而不是等到法院判决时 才做分路 这不都是体现了及时性原则吗 所以选项C不对 选项D 协队不重要的会计插座 无需进行 插座更正 是不更正吗 有人说对呀 不对 咱们前面讲过一个 明明是2016年应该摊销的 无形资产20万 但我是在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2017年了 我改在2017年 你想告诉我什么 不重要的差错 啥时发现 啥时视为当期的差错 正常改 而如果是重要的差错 我们是隶属于哪一年 追溯调整 该哪一年 不是不改 有错不改 那你是坏孩子 所以大家记住 有差错 我们都改 只不过改在哪一年 以何种方式改 不同 不重要的 什么是发现 什么是改 重要的 我们快递和专业术语 叫追溯调整 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 那这道题问你正确的 貌似只有选项A是正确 那就应该选选项A 在这我说一下 实际上 我们为了达到及时性原则 我们实际上 不是在获得全部信息时 才进行会计处理 是能获取多少信息 能确认时 我们就正常确认 所以选项B肯定是错的 因为选项B 我们应当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排除法 就能把这道题选出来 到这为止 我就把第三节的内容全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下边我们看第四节 这是我们第一章另外一个核心的内容 快递要素几个 预期一般要学过 你应该知道是六大快递要素 及其确认与 计量 我们把六大快递要素 人为的分成两大组 每组三个 前三个是反映财务状况的 跟资产负债表有关 后三个反映经营成果的是跟利润表有关 前三个可以表示成一个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资产代表您的家底我兜了有一百块钱 而右边代表您资产的来源 其中三十是借来的叫负债 那么剩下 其实是自由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所有者权益 这是第一组等式 而第二组等式是反映经营成果的 是跟利润表有关 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例子 我今天来路科市讲课了 我挣钱 我挣了两千块钱 这叫收入 好事 这叫所得 但是我来的时候 打车了 回去时候打车了 花了一百块钱 我是为了这个所得 而产生了所谓的耗用 那这一百块钱叫费用 那我要问你 今天我净挣了多少 利润就是一千九 就是这个概念 那下边我们就讲 这六大会计要素 先看第一个标题 会计要素的定义 及其确认条件 资产的定义 我们教材洋洋洒洒 给了个定义 他把这定义又拆成了三句话 反映为资产的特征 一模一样 我不讲定义 只讲特征 然后还有资产的确认条件 首先资产 他强调两个字 有用 啥意思 资产通俗的来说 它是一种资源 这根笔能写字 有用 它叫资产 这个翻页器能翻印 它叫资产 旁边的水杯漏了 不叫资产 有用的才能叫资产 因为这种资源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很简单吧 这个笔能写字 能讲课 能赚钱 这不就是能给我带来经济利益吗 这个翻页器也同样的道理 包括旁边的水杯 一杯它能装水 我能喝水 能喝水 嗓子不疼 嗓子不疼 我就能讲课 能讲课 我就能挣钱 这不都叫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吗 无用的 不叫资产 第二 资产应该为企业拥有 这根笔是我买的 叫拥有 或控制 前边讲的围巾的例子 是我大闺女买的围巾 不是 但视同为是我大闺女的资产 这个对于我大闺女来说 没有所有权 它叫控制这条危机的资源 第三 资产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 过去我花了十个钱买了这根笔 过去我花了二十个钱买了这个翻页器 所以资产的定义强调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控制 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就叫资产 这是它的特征 缺一不可 那么再说一下资产的确认条件 我们要把一项资源确认为资产 除了需要符合资产的定义 过去的拥有和控制资源 而且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叫什么 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对于我们来说 预期班学过的学员就知道 很可能是大于50% 但小于等于95% 第二个 该资源的成本或价值 能够可靠的几粮 因为我们四大会计基本假设 最后一个就是货币几粮 所以你要想称这位资产 你要想让我确认你 很可能金额能可靠几粮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而且在预期班里边我说过 这个很可能你现在可以记不住 但你将来必须要能记住 我们把这种可能性 一共是分成四档 我们最常用的是第三档和第四档 先说第一档叫极小可能 极小可能是什么 是大于零 但小于等于5% 这叫极小可能 而第二档是我们所说的可能 可能是大于5% 小于等于50% 第三档就是我们刚才刚刚说完的 很可能是大于50% 小于等于95% 第四档叫什么 第四档叫基本确定 大于95% 但小于100% 慢点 这个内容您现在背不下来 没关系 讲到后边或有事项 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我们要用这个内容 背到什么程度 我要说很可能 就是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资产的确认条件 你要知道是大于50% 小于等于95% 我要说基本确定 你要知道是大于95% 小于100% 给文字 可以说出区间 同理给区间也要能说出文字 啥意思 比如说 我要问你 我的可能性是70% 你一定要快速的判断出 它属于哪一个档 70% 是不是在大于50% 小于等于95% 这档 没错 它属于很可能 或者我给你个90%的可能性 还是在大于50% 小于等于95% 这档还属于很可能 我要给你个可能性 97% 你马上判断出 它属于基本确定这档 给左边有熟悉右边 给右边有熟悉左边 无聊吗 无聊 或有事项13号准则考试时 它真的这么考 给你个百分比 让你判断属于哪一档 结束了吗 没有 那我问两个特殊值 比如说我的可能性 怎那么小 就是50% 那属于哪个档 有人说这俩都有50% 有可能属于可能 有可能属于很可能 不对 50%一定属于可能这档 为什么 这是有等于号的 而很可能这档的50% 只有大于没有等于号 大于是不包含本数的 同理 我要说可能性是95%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他一定属于很可能 这档 因为只有这一档的95% 才有等于号 所以我需要大家记住的是 有没有发现 大于都没有等于号 而小于发现了吗 只有百分之百 没有等于号 为啥不能等于百分之百 您糊涂了 你很谦虚的叫基本决定 那要等于百分之百 不就叫完全决定了吗 所以百分之百 这儿没有等于号 剩下大于没有等于号 小于都有等于号 一定要能把这给我备下来 现在备不下来没关系 到或有十项给我备下来 或有十项备不下来没关系 考试之前给我备下来 考试之前也没备下来 貌似您可能叫丢份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几个档 我就不再给大家一一单独去说 在这说几句话 如果某一个项目 预期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没用 我就不能把你确认为企业的资产 而第二个是在说 曾经的辉煌 前期已经确认为资产的项目 但是如果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也不应该再确认为企业的资产 我买这水杯是很好 它能喝水 我从买那天就把它确认为资产 今天鸭鸡掉地上碎了 它不能再为我装水了 那我就不能再确认为资产 就这意思 第三 企业预期在未来发生的交易事项 不形成现在的资产 我的资产强调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 您跟我说 老师我明天彩票就开奖 明天就能中五百万 我明天就是百万富翁 那是明天的资产 今天不能叫资产 资产一定强调过去的 拥有和控制资源 这三个关键词 能明白就可以 那么第四个我想说一下 有人说是不是获得资产永远要付出代价 不是 比如说某些情况下企业取得的资产 没有发生实际成本 举个例子 现在肯德基买当劳那个优惠券都是电子的 过去他满大街发的优惠券 这优惠券是白给你的 但是你拿着这个优惠券去买汉堡 可能就八个钱 你不拿优惠券去买汉堡 可能就十个钱 这两个钱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为优惠券在起作用呀 对 这优惠券你花钱了吗 没有 这就叫没有发生实际成本 或者发生的实际成本很小 一丝丝丝就行了 最典型的企业持有的某些衍生金融工具 形成的资产 这些资产 尽管他们没有发生实际成本 或者实际发生的成本很小 只要是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它也符合资产的可计量性的确认条件 比如说最减刑的股票期权 啥意思 我经常说股票期权就是一种优惠券 你所在的单位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你在我这踏踏实实的干满三年 三年之后 你可以以一块钱一股的价格买我的股票 但我现在就断定 我三年之后股票的价格远远的超过二十块钱 你每买一股 是不是就等于无形中赚了十九呀 对就这意思 所以某些衍生金融工具 哪怕没有付出代价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也认为它符合资产的可计量条件 往下说 也要确认为资产 就是这个道理 就跟虽然肯德基 麦当勒的优惠券是你白得的 但是拿上它就能添一两块钱 那我也要正常的确认 这个能明白就可以了 等讲到金融工具那张 我们比这说的详细的多的多 那么这是第一个 资产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那么第二个 付债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貌似这已经是六大要素的 第二个要素了吧 对 要想把它讲清楚 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概念 叫现实义务 啥意思 什么叫现实义务 是企业在现行条件下 以承担的义务 中国有句俗话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就叫现实义务 如果你说 我明天就借一百万 那是明天的现实义务 今天不算负债 他强调以成单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跟在座的说 只要谁听了我2023年 驻托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我就给你一百块钱 实际我违背了哪个原则 谨慎性 我哪知道有多少人听我课呀 就算比如说十万个人听我课 每人给一百那是多少钱呀 一千万我给不起 我给破产也给不起 实际违背谨慎性原则 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就答应给你一百块钱 我话已经放出去了 您只要听我一秒的课 是不是也算听 对 对于我来说 这一百块钱就是一种现实义务 所以现实义务可以是法定义务 比如说咱们双方的约定 不能按时交货 您支付违约金 这就叫合同的约定 法定义务 还有法律法规规定 当然也可以是推定义务 我刚才的承诺 每人给一百块钱 其实就是一种推定义务 它源自于企业习惯的做法 最典型的 您卖出的产品 您负责免费维修 您当时要没有这项承诺 这笔钱不就不用花了吗 谁愿意 谁让你愿意这个吸引顾客呢 这就是一种推定义务 来源于你的承诺 再比如说公开的承诺 公开宣布的金融政策等 我们将来做分路 借销售费 待预计负债 这就是一种推定义务 我管你是法定义务 还是推定义务 它都统称为什么 现实义务 而现实义务只强调三个字 以承担 能举个别的例子吗 可以啊 如果我跟你说 你再惹我 我就抽 我打您了吗 没有 这能叫以承担 不能 此时不能叫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强调以承担 这三个字 说完现实义务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负债的定义 负债的定义依然拆成了三句话 变成了负债的特征 这三句话我就以简单的语习班里边讲过 以养儿子为例 给大家把这三句话解释一下 你养儿子就是一种现实义务 就是一种负债 先说第一个 负债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不是强调三个字 已承担吗 您要养儿子 他已经出生了 该给他买的奶粉钱 衣服钱 你都得去购 这不就叫已承担的现实义务吗 第二 负债的清偿预期会导致经济力流出企业 比如说 就跟养小孩 你是不是他买衣服 买奶粉 买玩具 花点钱 你得支付险金 对呀 险金少了 这不就叫经济力流出企业吗 还有可能是食物资产 别人给您一筐苹果 您刚拿回去 他来一个爸爸 我要吃 这不就是食物资产吗 还可能是提供老物 走的路上了 他告诉您 把我鞋带开了 我不会寄 您帮我寄下鞋带 这不是提供老物 您活该 谁让您当时要他呢 这些都是你负债的清偿方式 都会导致你经济力流出企业 当然还有一种是转为资本 这个我们后边单独的去说 所以养儿子本身就是一种负债 第三个 负债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 如果你告诉我 说我明年打算生儿子 那么现在他不叫负债 那是你明年的负债 所以负债也强调过去的交易和事项 也强调什么 现实义务 而且强调它会导致经济力 不是流入 是流出企业 这是典型的负债 所以我们经常说 儿子是上辈子的仇人 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是一种很夸张的说法 但是确实能解决负债的定义和特征 简单的制度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再说负债的确认条件 我们要把一项现实义务 说话 以承担 确认为负债 需要符合负债的定义 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现实义务 而且履行该义务会导致经济力流出企业 我还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个 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力资产是流入 它是流出企业 这个很可能依然是大于50% 并且小于等于90% 有时候这跟资产的这个第一个条件一样 没错 就是一样的 第二 未来流出的经济力的金额能够可靠的几粮 资产不就是很可能金额能可靠几粮吗 对呀 负债也是很可能 也是金额能可靠几粮 没了 这是负债的确认条件 在这提示一下 企业将在未来发生的承诺签订的合同等 交易事项不形成现在的负债 这跟资产有啥区别 没区别 你说我明年打算养个儿子 至少现在不是负债 那是明年的负债 我们永远强调 资产是过去的交易事项 负债也是 别错了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大会计要素的 第二个 因为所有者权益的内容比较多 我又不可能把它单摘出来去讲 所以所有者权益 我在下一讲给大家讲 那这一讲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